嫌棄追查這Lovepad Family的這個負責人 其實旗下的有一個公司呢 就是設立在台北市 但是相關人員說他只是登記 並沒有成租辦公室 而另外呢其實包含這個定銅 還有成人實業都登記在桃園 而且負責人通通是同一個人 消費者控訴這營業登記 換來換去不便的 除了負責人都是吳辰宜 還有業者都是以物品卡在海關 或者是缺少零件 兩個月都沒交貨 成對退款也沒修到 目前165緊急暫時封鎖處置 網站停止減息無法點開 而業者IG也緊急轉為私人 目前消費申訴台北七件 新北五件全台累計21件 最早5月底接獲報案 大家快20個 你只要很兇喔 他就會馬上 他很怕你 他就會馬上把錢退給你 登錄的會員資料 跟相關的評價留言 全部都刪除封鎖 就等待開庭 就連寵物餐廳業者 也受害兩萬元也沒收到 業者解釋是因為賬戶被凍結 保證不涉及任何詐欺 另外也有人點出公司 欠繳勞健保 甚至比較像空投公司 但這回受騙金額大 主要還是因為市主 願意幫毛海花錢 他們可能需要一個護目鏡 然後需要狗狗的救生衣 然後甚至他連狗狗的浴袍 他都買了 這樣子下來的話 大概就是一萬塊左右 你從幾千塊的 到三四萬的都有 救生衣破三千 月銷三十到四十件 護目鏡必經三千元 一個月最多也能賣到兩百個 胸背加上千神 屬於消耗品也很夯 過去統計 台灣每隻寵物 一年花費超過兩萬八 食品佔了百分之四十一 是最大週 上官產業產值也破五百億 這回寵物商品 爆出疑似詐騙 後續也將交給司法單位 要把錢給討回來